第四次選舉,你會參與第四次選舉 第四次選舉,我不會在一起 97歲高齡的前首相馬哈迪 到底選不選,真的讓人猜不透 我們討論大馬政治的話 最具話題,而且最多人認識的 絕對是當過兩任首相的馬哈迪 不過他也是最具爭議的人物 單單是出不出戰大選 是否收土佛羅教育選區 都好幾次改口 馬哈迪原本在2022年3月9號宣布 本身不會在第四屆大選上陣 除了以本身沒有完全康復為理由 多馬也認為應該給更合適 更年輕的候選人參與政治和選舉舞台 不過三個月後的6月29號 多馬該該有說 如果鬥士黨在佛羅教育國席 沒有合適的候選人 他做好出征準備捍衛佛羅教育 一直到現在 多馬做出了最新的宣布 本屆大選是敦馬哈迪第十一次出征 從國振到西蒙主席 這一次他以自創的 祖國鬥士黨旗幟皮甲上陣 作為五國任期最長的首相 馬哈迪活躍政壇超過70年 即上季大選以93歲高齡 成為最年長的候選人 遇到這一次也想刷新自己的記錄